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宋真宗年间 辽国多次进犯宋朝边境 公元1004年 辽国萧太后 辽圣宗 亲自率领二十万大军南下 前锋已到禅州 直逼宋都开封 副宰相王亲若 暗地里劝真宗逃跑 宋真宗犹豫不决 最后召见新任宰相寇准 寇爱卿 有人劝我迁都金陵 有人劝我迁都成都 你看该怎么办才好 这是谁出的好主意 出这种主意的应该先斩他们的头 那爱卿以为如何 陛下如果弃城难逃 必将导致人心崩溃 那么敌人就会趁虚而入 国家难保 陛下您是神明威武的皇帝 如今武将和文臣都很团结 臣以为如果陛下亲自带兵出征 必会鼓舞士气击退辽兵 可辽军强大万一 主张难逃的都是懦弱无知的人 现在敌人迫近 人心动荡 我们只能前进一尺 不可后退一寸 这 这 只要陛下亲征禅州 臣和所有将士愿与辽军背水一战 既不可失 请陛下立刻动身 那好 就依爱卿之意 明日我们就开拔 爱卿 辽国已经派使者议和 但要求隔让土地万万不可 如果要点钱才可以答应他们 陛下 他们要和 就要他们归还烟云失地 哪能再给他们钱才 爱卿 朕看此事就这么定了 草吏 在 陛下 你去辽营谈判 如果他们要赔款 迫不得已 就是每年一百万 也答应算了 遵旨 这 你听着 赔款数目不能超过三十万 否则回来的时候 我要你的脑袋 我要你的脑袋 嗯 嗯 嗯 陛下 陛下如此器重叩准 莫非因他有功于设计吗 嗯 陛下如此器重叩准 莫非因他有功于设计吗 关于外移做城下之盟 岂不是可耻的事情吗 禅州之义犹如赌博 叩准劝陛下您亲征 就是把陛下当赌注 孤注一掷 简直是国家的一塌耻辱啊 幸亏陛下鸿福齐天才得以无事啊 啊 朕知道了 由于受王亲若等小人禅言 不久 宋真宗将叩准八相 真宗大中降伏年间 王诞为相 叩准任书密室 王诞 自子明 太平新国五年尽世 出身得放高超的士患之家 度量非常大 平日对家人从不发怒 且宅心仁厚 正直无私 更是深得皇上信任和器重 王诞与寇准喜同年尽世 同朝共事多年 老爷 辛苦了 喝杯茶吧 啊 多谢夫人 老爷 夜深了 早些休息吧 我还有奏折没有写完 夫人先休息去吧 啊 王诞 经常为了民生疾苦 乘报奏折 通宵达旦 小翠 给老爷的汤炖好没有 炖好了 夫人 快给老爷 呢 快给老爷端去 老爷这就要去上早朝了 快去吧 是 夫人 老爷 夫人让您喝了这碗汤再走 老爷 对不起 都是我不小心 弄脏了您的衣服 不要紧 不要紧 有没有烫到你 没 没有 别害怕 烫到哪儿了 没有 老爷 老爷 你等一下 我这就给您 拿套衣服换上 好 我上朝了 小崔 怎么了 夫人 老爷真是好人 我刚才不小心 把烫剑到老爷身上 老爷不但没有责怪我 还问我烫着没药 老爷身为宰相 可对我们下人 也是那样的和气 是啊 我陪老爷这么多年 也从未见他发过脾气 又有人上奏 军马复督指挥使张敏部下 谋划兵变的事情了 众爱卿有何良策啊 怎么 众爱卿都没有办法吗 陛下 臣听说军马复督指挥使张敏 训练骑兵过于严厉 甚至有人因为责罚过重 而险些送命 很多官兵都难以承受 臣以为张敏不堪担当此任 应该立刻解除兵权 马上逮捕策动兵变的人 以示皇威 这 王爱卿以为如何 陛下 张敏奉旨训兵 虽方法不当 但微臣认为 此事如果过分责怪张敏 那么今后别的将帅 就无法带兵了 而若马上逮捕策动兵变的人 就会震动京城 引起不安和恐慌 微臣记得陛下几次想任命张敏 为疏密使 现在如果提升他 则既解除了他的兵权 又会使谋反兵士安定下来 事情就会平息了 爱卿言之有理 就以爱卿之意 王诞善于处理大事 是难得的好宰相啊 能为朕治太平者 必是王诞 托爱卿有话要讲 回陛下 臣以为如此处理实在不妥 治理国家 应该坚持原则爱憎分明 不能总是迁就妥协 王大人做事有妇人之人 过于谨慎不够弃谱 朕以为王爱卿说的更有道理 这件事情就按王爱卿说的定了吧 微臣给陛下请安 爱卿请起 谢陛下 爱卿不必拘离 坐下说话吧 爱卿最近身体如何 谢陛下惦念 臣身体还好 爱卿为朝廷操劳忙碌 真是辛苦了 陛下 这都是臣分内之事 臣愿意为朝廷效力 为大宋江山尽臣微薄之力 嗯 朕有一事不明 陛下请讲 叩准总是批评你 专说你的短处 还处处和你作对 而爱卿却经常称赞叩准 这是为什么 臣蒙陛下恩欲 久参国政 在处理政事的时候 失误必然很多 但因职位较高 一般大臣都不敢指出我的缺点 而叩准却能不顾我的官位 比他大 直臣我的不足 对皇上无所隐瞒 这就更加看出 他的忠贞直率 这也是臣下看重他的原因 有这样的大臣 既是国家之福 也是我的良师益友啊 人们都说宰相肚子里能撑传 我看你就是这样一个宰相啊 谢陛下赞赏 臣以为寇准办事公正 文武双全 可作安邦定国之才 足以为陛下担其重责大任 寇准的确是个直言善贱的忠臣 而有你这样宽宏大度的贤相 更是我大宋的福问啊 陛下过奖 微臣谨记陛下恩责 任贤去邪 在所不辞 大人 您看 这回咱们可以出口气了 大人 上次咱们忠书省让寇准可害惨了 这么多人被降之处分不说 还让大人也因此受到皇上的责备 这回咱们可要好好揍他一半 万万不可 当初大家被责罚时 心里一定不舒服 你们说说看 书迷苑的人那样做对不对 当然不对 是啊 书迷苑的印信盖颠倒不是什么大事 如果我们认为这样不对 就不要学他们 把这个公文送回去改正便是 可是大人 就这么便宜他们了 我咽不下这口气呀 是啊 大人 您没看他们哪里把咱们放在眼里呢 此言差矣 家和万事兴 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大家庭 只有家里人团结和睦 才不会受外人欺误 这也是一种智慧 在朝为官更要以和为贵 何况寇大人向来以黎民百姓 和朝廷利益为重 能监督我们 与我们也是一种鞭策 我们该虚心接受才是 是 是 大人 大人 何事惊慌啊 您快看 这不是我送到中书省的公文吗 怎么返回来了 寇卫卿 事情没那么严重吧 陛下 微臣以为中书省公文 不合照令革市之事 并非小事 因为中书省乃国家重要机关 如果做事不认真 那么今后上行下效 必然最终导致国家秩序混乱 后果不堪设想 微臣以为此事王宰相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如果不责罚 那么就难以扶重 爱卿暂且退下 朕会着令查处此事 大人 您怎么了 我真是老糊涂了 上月中书省公文不合照令革市 我上奏皇上王诞因此被皇上责罚 这回我一时疏忽犯了同样错误 没想到王诞没有上奏皇上 而是命人送回更正 竟如此大度 惭愧啊 王大人 这次的事多亏您不计前嫌 我才没被皇上责罚 我虽然与您同年考上进士 您有如此大的度量 我真是万分惭愧 寇大人不必客气 朝中每日事物繁多 小的疏忽在所难免 今后注意就是了 是 王诞就是这样一位 容人所不能容 行人所不能行的 从容大度宰相 叩准免去疏密职位后 曾私下拜托王诞 能再度推荐提拔他 这次朝廷用人的事 还望王大人在陛下面前美言几句 寇大人 难道将军宰相这样的职位 也可以求得来 寇准并非贪图功名富贵之人 你我共识多年 您应该了解寇准的为人 眼下朝廷正是用人之计 我寇准只想为国家设计 排忧解难别无他求 您的请求老夫无能为力 用人之事相信陛下自会考虑 您请回吧 来人送客 这 告辞 王诞拒绝扣准私下请求 令扣准感到十分惭愧 天喜元年初秋 王诞积劳成疾 真宗派前内侍问候 并亲赐御药 又赐金五百两 然而王诞并未接受皇上的厚重馈赠 爱卿怎么病得如此严重 朕再派太医给你看看吧 陛下不必费心了 臣医十日不多了 爱卿朕要将大事托付给你 可爱卿却病成这个样子 万一你的病好不了 将来朕该把天下大事托付给谁呢 知臣莫若君 陛下您心里是否已经有数了 爱卿 你看张勇如何 那朕问你马亮呢 爱卿 你有什么想法不妨说说 以微臣余见 莫若扣准最为合适 好了 不要再讨论这件事了 明天再说吧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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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讨论的事情 攸关人民的安危 假如今天不讨论完 很可能就会有人饿死 所以微臣请陛下 今天务必要讨论完 陛下要不答应 微臣就常跪不起 嗯 叩准姓刚亮侠且常说清短处 可卿何故一再举荐 还是说说别人吧 叩准刚正不恶 忠君爱民 如今天下浮夸之风弥漫 正需要这样的人才 帮助陛下匡正辅佐 所以臣以为叩准最合适 对他人能否胜任宰相之职 臣不好判断 嗯 爱卿先回去好好养病吧 啊 遵旨 爱卿免礼 谢陛下体谅 快送宰相回府 微臣感谢陛下知欲提拔 微臣一定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寇爱卿 你还是感谢王诞吧 王大人 他曾多次跟朕提起你 认为你刚职中正 能担大任 请求朕提拔你 你能当节度使 又能做同评章事 都是王诞为你举荐的 王大人 王大人 由于王诞的推荐 扣准终于再度成为宋朝现象 王诞向朝廷推荐人才 总是不露痕迹 让对方没有察觉 也不会邀功 唯向十余年 见贤举才 知人善用 为国为民 真诚无私 是一个真正的忠臣 他从容大度的风范 流芳千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